雷神是漫威宇宙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相信大家都认识 但土豪今天带大家看的 是你从未体验过的传新版本 雷神归来 电影开始 在反派光头哥的带领下 众人劫持了几个人质 光头哥看着一位人质对手下说 你能让他闭嘴吗 手下K了这位人质 可问题是人质从进门到现在 包括被打都没发出一点声音 当然恩这不重要 打的就是你 谁让你不戴帽子 光头哥问谁知道神器在哪 一位大哥挺身而出说 我知道 光头哥想都没想一枪放倒了大哥 然后从他身上找到并拿走了神器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 还有就是中枪好歹流一丢丢血吧 这也太敷衍了 紧接着镜头一转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这里是仙境阿斯加德 两位神仙在交流凡间发生的变化 你这两位神仙对话只要是个视频 我都不说什么了 这直接放两张照片 闪呀闪的就算对话了 这图片是你俩的QQ头像吗 两个人 军研究高科技战甲 但是研究了很久都没什么成效 我说这种电脑兄弟你们顶多上网冲冲浪 玩偷菜都有点卡吧 一天结束了紧张而无效的工作 小撮正准备回家 突然一道金光直击他的灵魂深处 醒来的时候就成了一台人肉电疗仪了 小撮说这可咋整啊 这不就成霹雳贝贝了吗 还有长毛哥说我有办法 你把咱研究的战甲穿上就好了 这什么逻辑 被雷劈后战斗力爆表 所以穿一件战斗力是负数的战甲 两个一底箱你就算是个正常人了 再来说这战甲 击成了钢铁侠的头盔 蝙蝠侠的战甲 蚁人的天线 等会儿不是叫雷神归来吗 怎么没雷神什么事呢 他缓缓拿起了一把雷神之锤 这应该叫什么 钢铁雷服人 我们就简称雷人吧 为测验雷人的超能力 他烤了一根香肠 哇真香 外交里面 里面反派光头哥继续找第二件神器 这次他非常凶狠 上来就干掉了一个人质 告诉大家知道神器的下落的老实交代 不然就和他一个下场 一位大姐颤颤巍巍的举起手说 大哥 唯一知道的人刚才被你打死了 注意 这听上去很像我编的 但真不是我编的 不过下一秒 光头哥就找到了第二件神器 你能找到你每次问个什么劲 在临走时 光头哥还劫持了一位女警做人质 出门刚好就碰到了我们的雷人 他顺利解救出了女警 但是这电影里的人脑回路都比较轻奇 女警觉得雷人和光头哥是一伙的 于是把他带到了警局盘问 What 当女警摘下他头盔的那一刻 我们看出来他心动了 为什么我看到这造型只想笑 他是怎么心动的 在雷人的说服下 女警决定和他一起去阻止光头哥 光头哥得到了第二件神器后 召唤出了地狱女神 等会儿 不是三件神器才能召唤地狱女神吗 当然这不重要 地大姐一上线就感觉有人想破坏他的邪恶计划 于是找到了在实验室加班的长毛哥 你这熟练的合计屏幕的手法 你确定你真的是在加班呢 地大姐问你是我要找的人吗 我可以是 于是地大姐给长毛哥深情一吻 紧接着就让光头哥干掉了他 这什么意思 稳扎稳打吗 刚才我吐槽 中枪身上没血 这次是有血了 但这还不剩没血呢 过来一会儿 雷人和女警来到了实验室 长毛哥居然还没死 还告诉他们凶手是谁 What the f*** 光头哥很快得知第三件神器的下落 但这里有人把手 注意了 手下要杀人了 What the f*** 我越近世间烂片 但这是我看过最敷衍的杀人手法 光头哥顺利得到三件神器 在地大姐的召唤下 毁灭世界的恶灵即将 你逗我呢 这能毁灭世界 这顶多能毁灭我的审美 另一边雷人和女警潜入光头哥的大本营 他俩还鬼鬼祟祟呢 那边光头哥都走到他们面前了 两边隔着两米对射 谁也没打到谁 甚至子弹都打完了 于是女警决定和光头哥单挑 雷人去和地大姐单挑 女警和光头哥这动作戏 这也太太太太敷衍了吧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光头哥把女警打倒在地 还说废话呢 女警可没跟他废话 直接一招碎猎掌 紧接着一个漂亮的回身踢 光头哥out 毕杀技还慢放呢 你不用慢放就已经够慢的了 那边地大姐和雷人在你一招我一招的对波 突然地大姐也巴掌呼到雷人脸上 你等会儿 刚才你俩面对面站一米远 对什么波呢 眼看雷夫人被无脸杀 干贵了 但他灵机一动把地大姐手上的神器打在地上 神器摔坏了 地大姐炸裂了 天上的五毛特效龙也爆炸了 直到黄龙用在这儿很合适吧 世界就这么随意的被拯救了 紧接着雷人化成一道金光 和我的三官一起直奔宇宙深处 两位纸片神仙说 你立功了 可以和我们一起在仙界住下了 雷人过断拒绝了这个邀请 你这仙界 要我我也拒绝 于是又是一道金光 他又回到了地球 和女警深情一吻 电影 结束了 What the f**k 看完这部电影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回想起电影开头 两个大大的字母BK 可能不是电影公司的名字 而是告诉我 别看了 本期互动话题 既然我每周一都更新不了 要不要直接改成每周二更新呢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 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起幸运观众 送出一笔一雷神之锤一个 祝大家好运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 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